现代的浏览器通常对converse的兼容性呢 到现在呢已经是非常好了 现在的情况呢已经和四五年前的情况完全不同 但是即使这样 我们在这个课程的过程中 也可以看到一些例子会出现对converse不兼容 或者对converse中的某个函数不兼容的情况 那么在这一小节呢 我们主要来探讨一下converse与浏览器兼容的问题 首先如果大家还有印象 这是我们在之前介绍converse的标准 仍然在变化的过程中 尝试使用Ellipse这样一个API的这个程序 那么在这个程序中 其实已经把如何检测converse的兼容性 这样一个话题的主要技术呢 都表现了出来 首先我们从一开始就学习过 converse标签内的内容 是指当浏览器并不支持converse的时候 所显示的内容 那么在这里 我们可以写上相应的提示用户的文字 也可以挂上相应的和converse一样大小的一张图片 来提示用户当前浏览器不兼容 当然了 如果更加有心的开发者 可以编写一个相应的实现类似功能的降级的 html页面 以使得当用户的浏览器不兼容converse的时候 由相应的html的元素来完成相应的功能 第二点呢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可以简单的使用ifcontext. 函数或者点一个状态属性 这样的方式来判断这个函数内容 或者状态属性的内容是否被支持 那么在这个例子里呢 我们就使用context.ellipse 这样一个方式用if来判断 如果浏览器支持他的话 将返回具体的这个内容对象 而如果浏览器不支持呢 将返回来一个undefined 在这个例子里 我们在之前的小节已经介绍过 那么我的这台计算机上 Chrome浏览器支持他 所以呢 返回相应的内容对象是非空的 就会继续执行后续的绘制代码 但是我的firefox浏览器不兼容 将走到iOS中进行一次alert 大家可以想象这样的方法呢 适用于moo2,light2,shadow等等等等 我们之前介绍的所有的converse 相关的内容属性以及API 事实上如果大家看更多的资料的话 会发现其实有很多检验 这个converse中某一个具体的API 或者某一个具体的状态属性 是否被浏览器兼容这样的技术 但是呢 我个人呢 只偏爱这样一种技术 因为它非常的简单 而且非常的好记 不需要依赖于任何的第三方的类库 就可以被使用 并且呢 非常的有效 当然了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也可以去研究一下其他的检测 converse中某一个具体的API 是否兼容这样的相关技术 最后 针对IE浏览器呢 我想特别的说明一下 那么以前一直做前端的同学 一定知道 对于IE的兼容呢 是一个非常让人头疼的问题 好在呢 现在最新的IE 其实对HTML5的兼容性的非常好 当然了 对于这个Elipse这个函数呢 我这个机子上装的IE呢 还是不支持 但是我们可以尝试一下 比如说我们之前制作的探照灯 这样一个代码 我们试一下使用IE来运行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 在IE浏览器上 是能够非常成功的 也是非常流畅的 运行converse相关的代码的 尽管如此 我恐怕还是有一些同学 他们所制作的网页也好 应用程序也好 有可能要被使用在IE678 这样的比较老的IE浏览器上 那么对于这样的需求呢 我可以为大家提供一些建议 如果你的用户有可能使用老式的IE浏览器 比如IE的678 来运行converse相关的程序呢 那么建议大家呢 可以加载使用exploreconverse 这样一个第三方的js库 那么这个js库所做的事情呢 就是在老式的IE浏览器中 增加对converse的支持 大家可以在google中呢 搜索exploreconverse这个关键字 那么在code.google.com上呢 就可以找到exploreconverse 当然了在github上 以及其他的一些代码托管的网站上呢 也能找到这个exploreconverse 这样一个第三方的程序库 那么在这里大家就可以看到 这是在code.google.com上脱管的这个exploreconverse 这样一个project 那么在这里呢 可以看到这个项目相关的所有的完整信息 那么对于exploreconverse的调用呢 我在github上找到了一个相关的样例 大家可以简单的看一下 那么关键呢就是这一行 那么在这个样例中呢 它使用html的判断 如果是IE浏览器的话 就加载这个exploreconverse这个js 当然了大家也可以具体的对这个IE的版本进行一个判断 如果大家有兴趣 也可以实验一下各个不同的IE版本对于converse的支持程度 那么相信有了exploreconverse 在IE浏览器上运行converse程序就不是什么难事了 不过大家还是要注意 exploreconverse不是万能的 它并不能非常完美的实现所有的converse的api 当然对于更新了的新标准 我们也需要等待相应的exploreconverse的新标准 不过好消息是最新的IE浏览器对converse的支持程度非常的好 相信随着IE逐渐的发展 使用老式的IE的用户越来越少 exploreconverse将会逐渐的退出历史的舞台 怎么样 有了exploreconverse这个神器 是不是大家也有信心去制作面对所有用户的绚丽多彩 看我的是应用了 大家加油